侯榮園設計師所帶領的 是經濟部合格登記的設計團隊 從強化機能的設計出發 再經由線條的完美比例 以及色彩的搭配 將以人為本的精神品味 與物質需求極致的體現 一向以新古典風格 著稱的侯榮園設計師 在基礎架構下 經常變化出不同的新古典風格類型 而今天更特別的 要跨越文化的界線 創造出獨特的東方新古典風格 今天我們要看的房子 侯攝進師的作品在我心中 通常可能是以新古典的取向 新古典有時候當中會帶點 比較溫暖的人文氣質 可是今天的房子不太一樣 因為在新古典當中 我竟然看到了一些些東方的味道 對 首先我們這個作品 它室內的坪數是45坪 10坪 45坪 對 它是一個四房雙主臥的格局配置 那家庭的成員來講是父母還有一個小孩 這個女主人來講是比較偏好這種 比較時尚的新古典 對 那男主人是喜歡泡茶 喜歡這種東方元素跟以慧的這種風格 OK 我們常碰到這種兩個想法不一樣 對 那你如何把兩種 截然不同的風格 讓它搭配起來不衝突 再者就是要加上這個風水老師的一些建議的一個做法 對 那你如何去把這一些三方的一個意見都把它整合起來 然後在不同的一個風格去做混搭 它又不會有太多的一個衝突感 對 那索性我們做完這個作品來講的話 其實屋主他們還滿驚豔的 滿滿意的 對 我們自己也很滿意 因為它不但沒有衝突感 而且產生更大更美好的一個火花 另外一種比較帶東方味的新古典了 對 OK 好 那當然因為你剛一開始說一家三口 是 可是它的房子的就是可能是四房 雙主臥的這種格局 對 那老實說有時候格局稍微做一下變動 不然一家三口這樣的住好像又太多了對不對 對 目前我們的格局上來講我們是做成三加一房 三加一房 就是兩間主臥一間客房還有一間書房的一個做法 對 因為原本的一個餐廳空間是比較大的 所以我們有把次主臥跟書房的牆面 往餐廳那邊推 還有廚房的這個部分也有往餐廳推 也往餐廳推 對 去做了其他一些比較使用的一個 附加價值的東西出來這樣子 OK 所以格局上這是一個變動的地方 對 那還有嗎 包括我們在一個客房的部分來講 我們也是有把牆線往後推 去做了在這個走道上使用的一個 大面的一個收納櫃 對 OK 所以我覺得你的格局滿巧妙的就是 你會挪東邊然後補給西邊用 對 包括這個來講空間大小都適用 而且還滿適得其所的 OK 好 那麼我們知道說 其實在這個工程當中 出了男女主人的意見 喜歡的風格 再加上風水老師的建議 他們因為對這個房子 可能要住個十年十五年 他們在往後生活的品質上 聽說很多的細節要求也非常的高 對 因為現代的人來講 對於這個環保的建材 包括無毒的這些建材來講 還非常滿注重的 所以我們這個個案來講的話 從我們一開始的空污 到每個階段的一個建材 到實際做完完工以後 我們在不同的階段都有做消毒 還有除蟲防霉的這種功能 然後包括我們在一個全熱交換機的 方面的一個使用來講 對 它不但可以改變空氣的品質 也對於這個小孩子 這個防塵滿各方面來講 都有很大的幫助 難怪進來這個房子 空氣清新是舒服的 雖然我們都沒有開窗 所以全熱交換機也幫了很大的忙 對 包括我們這邊的一個 就是配合新古典的這種 烤漆的做法來講 我們也是採取了這種 加熱珍珠粉的這種 珍珠漆的做法 對 那它表面的一個表情來講 表現出來會是一個 比較細膩的這種精緻度 對 然後再來講 防刮方面來講也會更實用 OK 所以今天這個房子 是很多的小細節 然後很細膩的地方 然後堆砌起來的 對 好 我想喔 如果電視機前面剛好你們家是 一個人喜歡新古典 一個人喜歡東方的味道 然後你們又有一位 非常相信的風水老師的話 我想這個設計 應該可以符合你們家的需求喔 首先我們看到今天的玄關喔 我覺得因為一開門 進來玄關的距離其實有限 所以喉嚨院設計師蠻巧妙的 把玄關的重點跟亮點端頸呢 是放在我進門左手邊的部分喔 對 因為我們的鞋櫃 剛好是在玄關入口的左側 那相對於客廳來講 它是一個視覺焦點的一個端頸材 OK 對 所以我們在材質的應用上 就是去符合我們剛前面講的 兩種既然不同的一個風格的搭配 好 所以我大概可以看到 比較大片面積是 某一種貝殼版對不對 對 它這一種是完全是一個 手工編織的一個貝殼版 對 那它的顏色屬於 比較偏這種黃金色的 對 比較東方 對 那我們希望說它顯現出來的意念 是比較這種貴氣 比較這種 包括它搭配這種圓圈 比較和諧的這種感覺 OK 對 好 那把手部分那塊材質是什麼 把手來講我們就是剛好 利用小圓的這個 來作為主要的把手 那我們使用的是這種 義大利進口的復古鏡 鏡面 對 這個就是屬於可能 女主人想要一點的比較時尚 或者一點性蠕典的材質 對 那我還想問啊 就在玄關的這個地方啊 有沒有風水老師的建議 是放在裡面的 其實當初老師 他包括他有抓過一些方位來講 他希望我們一進到玄關的 一個心情來講 是比較這種和諧 也比較這種和諧的這種感覺 所以我們包括在地平的一個 食材的一個變化上來講 我們也利用跟大圓 同一個直徑的一個導引 把它做到地面上的一個 食材拼花做法來做 對 OK 所以我大概可以了解 就是大理石拼花的 地平花的玄關 其實新古典的風格會常用 對 只是這是我們的 雨會變成是老師指點過 比較帶東方吉祥依偉的了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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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OK 好 那麼接下來其實 是從玄關到它主要空間 我會覺得會突然從一個比較暗 然後進到一個亮的空間 覺得 哇 空間好大喔 對 它必須有經過 你所設定的一個界線 對 我們除了利用這個 地平上不同顏色的這個大理石 來做區域的界定以外 我們希望說從玄關 進來到公共空間 它是由一個 一個造型的一個陡方來 作為一個空間 更明確的一個界定 對 那它這個比較特殊的地方 是因為剛好我們有個配電 相似在那個地方 OK 對 那它的一個位置 剛好是我們的食材跟壁子 這個兩種異材質搭接的這個地方 所以當初在做那一塊的時候 它的一個尺寸 各方面來講也還滿精準的 對 才不會覺得說 它的一個功能跟 跟它的一個造型上 有互相干擾的這種情況產生 OK 好 那我想 我們就跨過這個框 接下來我們要帶各位看的是 在經過格局 左調整 右調整 讓一大堆空間給別人之後 還可以這麼大的一個餐廳區塊 這樣子的一個餐廳的區塊 我覺得剛剛好 如果原來你不調整格局的話 真的有點大 畢竟一家三口而已 對 那我們除了考量 到空間的尺度以外 我們希望說每一個面向 都有它的一個景點 包括我們在後面的這一塊 來講的話 其實我們是用這個東方風 跟新古典的風格去混搭 其實應該講我們從頭到尾 都徹底用這種混搭的風格去表現 怎麼說 包括我們在看到的這一面牆 它在家具的表現來講 是比較偏現代的一個風格 沒錯 對 可是在我們牆面 包括收方的部分來講 是延續來自玄關的這個部分 包括您看到中間的這個鏡子來講 它是比較有民族風的這種味道在裡面 它會讓我想到雲南 或者是西裝版 那邊少數民族會用的一些銀器 對 對不對 對 那包括我們的這個材質 一直延伸 包括我們的一個收方的大理石 也延伸到我們這個 將來預置要擺 這個鋼琴的這個位置的地方 對 就這個地方 包括它框架來講 一直延伸到我們對面的這個 餐具櫃的一個框架的一些收邊 都是用同一塊大理石去表現 OK 所以我在想說 這個餐具櫃的部分 應該就是你把格局 動了往前挪之後出來的空間 對不對 因為我們往前挪以後 我們就去做了這餐具櫃的厚度 來講的話 它的一個視覺水平線來講 會跟電視牆是比較接近的一個 視頻線 對 那包括它是一個 比較多功能的一個做法 因為屋主來講 他們家是有兩個冰箱 一個冰箱是擺廚房 專門擺食材的 那外面的這個冰箱來講 是擺一些飲料 水過的 對 那包括在右邊這個地方來講 我們也隱藏了一個機關在裡面 什麼 它是一個旋轉的一個五金架 就是放很多食物泡麵 對 因為他們家其實零食 乾糧那些還滿多的 而且這種五金架好用的是 你打開來講它是一層一層 可以一目了然很好找東西 那包括下面的部分 這個是配合男主人他的一個喜好 我們有幫他裝了一個 恆溫的一個紅酒� 所以像這樣子我看到的這個 餐櫥櫃 比以前的餐櫥櫃 就更多功能 對 它除了一個功能性以外 它的一個美觀各方面來講 也都具備 在餐廳的左右兩側 有了端井和餐具櫃的設計之後 第三面牆就用來擺放 屋主的家庭照片 除了讓視覺有焦點之外 同時也表現出屋主一家人 深厚的凝聚力 今天空間當中 我想要把新古典跟東方 表現在這裡面的話 其實以前我也會想想說 這樣的空間會自然 然後不著痕跡嗎 我覺得有 因為沙發背牆 坐著就是自然不著痕跡了 其實這一面的一個沙發背牆 是當初這個爭論最大 而且這個最花時間討論的 爭論最大聽到沒有 因為夫妻這個 很明顯的風格不一樣 而且這個又是家裡 最主要的一個主題牆 那再來又要符合 風水老師的一個建議 對 所以 最後的結論就是 丟給攝影師你去解解 對 那我們也是思考了很久 到最後來講的話 我們主要中間的這個部分來講 是以男主人的這種想法 比較具有這種 中國這個花鳥的這種圖騰 來做為一個主要牆面的一個表現 這什麼台詞 它是一個絲綢的壁紙 絲綢 然後是用一個手工繪製的一個方式 手工繪製喔 對 它是一個很高度客製化的一個產品 包括你這個花朵的顏色 種類 包括你鳥的這個數量型態 顏色各方面來講 都可以完全按照個人的客製化 所以我上面看到 不管是幾隻鳥或是有蝴蝶 或是幾朵花花的顏色 通通都可以客製化 對 包括對角那個地方來講 當初老師說那個是一個文昌味 文昌味 對 它建議那邊要有一個毛筆字 所以我們 因為我們這個花朵是牡蕩花 所以我們就把一個 一首關於牡蕩花的詩把它提在那個地方 所以這個也是可以克制的對不對 對 我要提什麼也是可以克制的 對 所以我們前面兩個部分來講 已經滿足男主人跟一個風水老師的一個建議 對 那所以我們把女主人她的一個願望來講 是把它做在沙發兩側的一個造型上 我們是以這種灰鏡去做一個 倒角的這種立體的一個表情 然後去搭配這種復古的一個 一個水晶的一個碧燈 可是搭配起來 它不但沒有充足感 而且看起來還是還滿和諧的 對啊 所以我覺得今天的難題 真的要挑戰男主人的風格 女主人的喜好 還要挑戰風水老師 這一面牆已經畫下最完美的一個句點 做最好的詮釋了 OK 那我們就來看囉 既然我從玄關到一直到我的沙發背牆 都是屬於比較有特色 然後可能是比較複雜的一些拼搭 那我們電視廚牆就走比較素 比較優雅的路線了 對 因為我們不希望每一面牆 它的一個造型都太花俏 那這樣反而會變得沒有一個重點 也是 所以到了電視牆的這個部分來講 我們希望它呈現出來 是比較這種素牙的一個感覺 所以我們選用的這顆大理石 它是一個洞石的一個大理石 對 還有一個問題我也想 進來的時候就想問你喔 因為其實進來的時候我們還 跟私底下在製作人在聊天 我們說哇 這個房子好大 到底有多大 是 可是聽到45坪室內10坪的時候 我嚇到 因為今天在客廳空間這些家具的配置 包含雙茶几 其實這是要10坪 八九十坪的房子的配置 對 應該這麼講 因為我們在前面提到說 因為我們希望說它是一個 新古典跟東方的一個風味去混搭的一個風格 包括我們在做的這個來講 它是比較偏這種比較現代新古典的風格 可是包括在茶几的部分來講 它又比較偏這種類似行李相中 比較現代很流行的這種風格 所以在尺度跟色彩的一個配色方面來講 做很重要 老實說還有一個重點是這樣子擺下的時候 你不覺得它擠 對 其實你覺得還滿平衡的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是訣竅所在了 現在我們來到主臥室的部分 通常如果來到主臥室 我先不管男女主人風格的問題 我們就講風水老師 通常都會非常在意床頭的位置 對不對 對 其實這個也是風水老師給我們一個難題 因為它床頭的一個方位來講 它已經看了而且都已經確定了 照道理應該是開門在這兒 應該大部分人床頭會這樣子 對 那它只跟我們講了一句話說 這個開門對床的這個問題 就交給世界師去考量就好 對 那我們後來也是想了很多種方式 又要符合風水 又要符合整個動線的一個順暢 所以我們在床頭這個部分來講 就坐了石牆 讓一開門來講不會直接看到床頭 對 那可是你床的其他的 這個位置也要稍微遮一下 所以我們是利用這種一樣 同樣花鳥延伸過來的這一種 瑕疵的玻璃 把它做成是一個比較穿透的一個感覺 OK 一進門來講你不會覺得很壓迫 那相對來講 我們也沒有把它拉到跟門切齊 因為這樣動線來講會太小 好 那麼我們看到這個花鳥圖騰 已經符合東方味道是男主人喜歡的 對 你總得在這個床頭的部分 還給我女主人想要的手吧 這個倩妮講對了 對 因為我們剛剛客廳的部分主要是 大面積的這個主力 給男主人了 對 給男主人了 所以這個部分來講我們稍微平衡一下 就把這個來講做的是一個 比較符合新古典的這個味道 的一個風格出來 好 那當然他們也還是有 電視這樣的需求嘛 對 一般來講這個 預留電視的位置來講 整個櫃層都會留給電視用 對 那其實現在電視都很薄 會浪費空間 那我們這個是取適當的一個厚度 來砍入電視以外 那後面的部分來講 它還有收納的功能 OK 而且它是比較隱藏性的 是要把門打開 衣服剝開一定才看得到 那再來一部分就是 我們目前有幫很多屋主 做了一個比較貼心的一個做法 像我們房間裡面有裝了這種 砍入式的這種閉燈 你說閉燈的這部分 對 它這個燈來講 它的高度大概在五六十公分 那燈是往下投射 所以它晚上來講 也可以當成小葉燈來使用 而且它有個蓋板蓋住 所以也不會有眩光的這種問題 對 所以我們在 每個房間包括走道有裝重燈 它既然可以適當小葉燈 那晚上譬如說 夫妻這個其中一個人要起來 上洗手間來講的話 也不用開天花板的燈去影響到 另外一個人的睡眠 在喉設計師為屋主獨創的 東方新古典風格之下 融合實用的機能也是一大重點 就好比書房的空間 大尺度的書桌 收納櫃 另外也結合了風水老師的建議 將神明廳融入書房的空間當中 同時我們也看到 擺放了舒適的沙發 作為男主人的起居空間 雙面玻璃的格子拉門 不僅好清潔 也能夠有效的隔音 所以除了美輪美奮的設計外衣之下 實用的機能配備 才是讓屋主能夠長久居住 同時保持空間美感的重點